台东拥有美丽的风景 干净的环境 适信游客前来的主要原因 也是台东人的骄傲 为此保商教育基金会 以及台东马拉松 铁人三项运动委员会 即将在6月8号来举行 第一届的台东马拉松竞赛 不仅是要提升运动风气 最重要的是 结合路跑和观光旅游 来促进地方的发展 我们的路跑比赛总共分为四项 一个次是马拉松42.195公里 第二是半层马拉松是21公里 再来一个剑袍组是10公里 再来一个是热火组是5公里 这个是非常适合大年小孩 都可以来参加的 我们的场地已经找了几个专人 来规划这个很完善的场地 场地是由台东森林公园的入口 那边有一大片的大草原 作为一个集合的场地 然后出发式经过森林公园 然后走防信道从中华桥下 然后到一直到小黄山 然后可以看到立即二地 一直到立即国小折缓回来 沿路的风景非常的美 而且有一点小上坡 可以考验选手的体力跟耐力 用心规划马拉松的竞赛路线 不仅可以欣赏美景 又充分达到运动的效果 而2014第一届台东马拉松竞赛 也从即日开始开放报名 报名的网站 你就直接上保商教育基金会的网站 以及台东县田连三项运动委员会的网站 然后办法是有网路上 你可以直接用邮寄的 或是直接现场到 专人直接到保商教育基金会的 会址这边来报名都可以 主办单位用心的规划竞赛内容 以及场地 不仅要让参赛的选手们 有个难忘的台东马拉松 也贴心准备竞赛的纪念品 热血的民众 可不要错过这第一届的台东马拉松竞赛 非常欢迎大人大的小孩 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 东台新闻正会如临婉珍 台东市报道